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上篇 当台北市的闹区 西门丁一带 华登四起的时分 夜八里舞厅的楼梯上 便响起了一阵杂踏的高跟鞋声 由金大班领队 身后跟着十来个 打扮得衣着入食的舞娘 绰绰约约的 登上了舞厅的二楼来 才到楼门口 金大班便看见夜八里的经理 佟德怀从里面窜了出来 一脸急得焦黄 搓手搓脚的朝他嚷道 金大班 你们一餐饭下来 天都快亮了 客人们等不住 有几位早走掉了 要急什么 这不是都来了吗 金大班笑盈盈地答道 小姐们笑尽我 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 我敢不生受他们的梦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 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 一个大道士忌 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 耳朵 项链 手串 发针 金碧辉煌地挂满了一身 他脸上早已酒意盎然 连眼皮盖都泛了红 你们闹酒 我还管得着吗 夜八里的生意总还得做呀 童经理游子不停地埋怨着 金大班听见了这句话 且在舞厅门口杀住了脚 让那群唧唧呱呱的五娘 鱼贯而入 走进了舞厅后 他才一只手撑在门柱上 把他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 一眼便腻住了童经理 脸上似笑非笑地开言道 童大经理 你这一罗宽话是顶真说的呢 还是闹着玩 若是闹着玩的便罢了 若是认起真来 今天夜晚我倒要和你把这笔账给算算 你们夜八里要做生意吗 金大班打鼻子眼里冷笑了一声 莫怪我讲句鞠躬的话 这五六年来 夜八里不靠了我御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 就撑得起这个场面了 华都的台柱小如意萧红美 是谁给挖来的 华侨那对姊妹花绿牡丹粉牡丹 难道又是你童大经理搬来的吗 天天来报到的这起大头里 少说也有一半是我的老乡事 人家来夜八里花钞票倒是捧你童某人的厂来的呢 再说 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 今天最后一夜 我来是人情 不来是本分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我金兆丽在上海摆了门下海的时候 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 无常理的规矩 哪里就用得着你这位夜八里的大经理来教导了 金大班连珠炮似的把这番话抖了出来 也不等童经理搭枪静字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甩开 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剁得通天就想 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 才一进门 便有几处客人朝他摇着手 一叠声的金大班叫了起来 金大班也没看清谁是谁 先把嘴一咧 一只鳄鱼皮皮包在空中乱挥了两下 便向化妆室里溜了进去 娘了个冬菜 金大班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 哗嚷一声摔到了化妆台上 一屁股便坐在一面大化妆镜前 狠狠地脆了一口 好跟没见过世面的次老 做一个夜巴黎又一个夜巴黎 说起来不好听 百乐门里那间厕所 致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 佟德怀那副嘴脸 在摆了门掏粪坑 未必有他的粪 金大班打开了一瓶巴黎之叶 往头上身上乱洒了一阵 然后对着那面镜子 一面端详着发起震来 真正眉头出足 眼看明天就要做老板娘了 还要受这种烂物 憋三一顿鸟气 金大班禁不住 摇着头颇带感慨地 虚了一口气 在风月场中 打了二十年的滚 才找到个户头 也就算他金照丽少了点能耐了 当年 摆了门的丁香美人 任代代下降 绵杀大王潘老头 潘金蓉的时候 他还刻不过人家 我们系丁香好本事 调到一头千年大金龟 其实 潘老头在他金照丽身上 不知下过多少功夫 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 那时嫌人家老 又嫌人家有胡锈 才一脚踢给了任代代 他曾经对那些紫眉桃夸下海口 我才没有你们那样恶价 个个去碰块棺材板 可是 那天在台北碰到任代代 坐在他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 风风光光 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 一个细丁香发福的 两只膀子上的肥肉 掉到了柜台上 摇着饼檀香扇 对他说道 玉观音 你这位观音大士 还在苦海里 普度众生吗 他还能说什么 只有牙痒痒的 让那个雕妇把便宜 捞了回去 多走了二十年的远路 如此下场 也就算不得什么轰轰烈烈了 只有像萧红美她们那种 眼浅的小婊子 才会捧着杯酒来对她说 到底我们大姐是领班 先中头彩 陈老板 少说些 也有两巴掌吧 刚才在状元楼 叶巴里里那一期小娼妇 个个眼红的 要掉下口水来似的 把个陈发容 不知说成了什么 稀罕物了 也难怪 那期小娼妇 哪里见过 从前那种日子 那种架势 当年在上海 败倒在她玉冠阴裙下 像陈发容那点根基的人 搬起脚趾头来 还数不完呢 两个巴掌 是没有的事 她老早托人在新加坡打听得清清楚楚了 一个小橡胶厂 两栋老房子 前房老婆的儿女也早分了家 她私自孤了一下 三四百万的家当 总还少不了 这且不说 试了她这胳膊月 除了年纪大些 顶上无毛 出手有点抠吧 却也还是个实心人 那种台山乡下出来的 在南洋苦了一辈子 怎能怪她 把钱看得天那么大 可是 阳明山庄那幢八十万的别墅 一买下来 就过到了金兆丽的名下 这么个徒劳 竟也肯为她一掷千金 也就十分难为了她了 至于年纪类 金大班凑近了那面大化妆镜 把嘴巴使劲一咧 她那张涂得浓脂燕粉的脸蛋 眼角上突然便献出了几把鱼尾巴来 四十岁的女人 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 饶着像陈发荣 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 她还不知在她身上 做了多少手脚呢 这胳巴越来 在宜乡美容院 就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 拉面皮扯眉毛 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 没受过罪 每次和陈老头出去的时候 竟像是披夹带锁上罚场似的 勒肚子竖腰 假屁股假奶 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夹死 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 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肺子 齐痒难耐 这还在其次 当陈老头没头没脸 问起她贵庚几何的当 她还不得不装出一副 小娘仪的腔调 矫情的捏起鼻子反问她 你猜呀 三十岁 娘个东才 只有男人才瞎了眼睛 金大班不由的 扑哧笑出了声音来 哄她三十五 她竟吓得嘴巴张起茶杯口那么大 好像撞见了鬼似的 瞧她那副模样 大概除了她那个种田的黄脸婆 一辈子也没见过别的女人 来到台北 一见到金大班 七魂先走了三魂 迷得无可不可的 可是凭她怎样 到底年纪一大把了 金大班把腰一挺 一双奶子便高高的耸了起来 收拾起这么个老头来 只怕连手指头也不必翘一下了 金大班打开了她的皮包 掏出了一盒美国骆驼爬香烟 点上一只狠狠地抽了两口 才对着镜子 若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 难怪她从前那些姊妹桃 个个都去捧块棺材板 原来却也有这等好处 省却了多少麻烦 年纪轻的男人 哪里肯这么安分 哪次秦雄下船回来 不闹得她周身发疼的 她老老实实地告诉秦雄 她是四十靠边的人了 比她大六七岁呢 哪里还有精神来和她穷纠缠 骗她娘的 秦雄说她就喜欢 比她年纪大的女人 卸尸体懂温存 她到底要什么 要个妈妈 秦雄倒是对她说过 她从小便死了娘 在海上漂泊了一辈子 也没给人疼过 说实话 秦雄带她那份针 也比对亲娘还要孝敬 哪怕她跑到世界 哪个角落头 总要寄些玩意儿回来给她 香港的凯什米毛衣 日本的和服绣花水袍 泰国的丝绸 啰啰嗦嗦 从来没有断过 而且一个礼拜一封信 密密扎扎 十几张信纸 也不知是从什么尺度 抄下来的 照例 无碍 没得肉麻 她本人倒是个痴心汉子 只是不大会表情罢了 有一次她回来 喝了点酒 一把抱住金大班 痛哭流涕 一个彪形大汉 竟倒在她怀中 哭得像个小儿似的 为了什么呢 原来秦雄在日本一时寂寞 去睡了一个日本婆 她觉得对不起金大班 心里难过 这真正 从何说起呀 秦雄把她当成什么了 还是个十来岁的女学生 头一次谈恋爱吗 秦雄兴冲冲的 掏出她的银行存折 给金大班看 她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 再等五年 五年 我的娘 等她在船上再做五年大富 她就回台北来 买房子 讨她做老婆 金大班对她苦笑了一下 没有告诉她 她在摆了门走红的时候 一夜赚出来的台子前 恐怕还不止那点 五年 再过五年 她都好做她的祖奶奶了 要是十年前 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 颇带惆怅的思量着 要是十年前 她碰见秦雄这么个痴心汉子 也许她真的就嫁了 十年前 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 那时她也存心在找一个 对她真心真意的人 上一次 秦雄出海 她一时兴起 到基隆 送她去上船 码头上站满了那些船员的女人 船走了 一个个泪眼汪汪 望着海水 都掉了魂似的 她心中 不由得 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次 她下架陈发戎 秦雄那里 她连信也没去一封 秦雄不能怨她绝情 她还能像那些女人那样 等掉了魂去吗 四十岁的女人 不能等 四十岁的女人 没有功夫谈恋爱 四十岁的女人 连真正的男人 都可以不要了 那么 四十岁的女人 到底要什么呢 金大班 把一截香烟屁股 按吸在烟波里 思索了片刻 突然她抬起头来 对着镜子 逮恶地 笑了起来 她 要一个像人带的那样的 绸缎装 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辈 就开在她傅春楼的正对面 先把价钱 杀成八成 让那个贫嘴薄舌的雕妇 也尝尝厉害 知道我御观音金照丽 不是随便招惹的 大姐 化妆室的门打开了 一个年轻的五娘走了进来 向金大班叫道 金大班正在用粉扑 扑着面 她并没有回过头去 从镜子里她看见那是猪缝 半年前 朱凤才从苗里到台北 她原是个采茶娘 老子是酒鬼 后娘又不容 逼了出来 刚来夜巴黎 朱凤穿上高跟鞋 竟像采高桥似的 不到一个礼拜 便把客人得罪了 佟德怀劈头一阵臭骂 当场就要赶出去了 金大班看见朱凤吓得 陡缩缩 缩在一角 像个小兔似的 话都说不出来 她实在憎恶 佟德怀那副 穷凶极恶的模样 一赌气 便把朱凤截了下来 她对佟德怀拍起胸口 说道 一个月内 朱凤红不起来 薪水由她金照丽来赔 她在朱凤身上 确实费了一番心思 无常里的十八般武艺 她都一一的传授给朱凤 而且还百般的替她拉拢客人 朱凤也还争气 半年下来 虽然轮不上头牌 一晚上却也有十来张赚台票子了 怎么啦 红武女 今晚赚了几张台子了 金大班看见朱凤进来 黯然坐在她身边 没有作声 便逗她问道 刚才在状元楼的酒席上 朱凤一句话也没说 眼皮盖一直红红的 金大班知道 朱凤平日依赖她惯了 这一走自然有些慌张 大姐 朱凤隔了半上 又颤声叫道 金大班这才察觉 朱凤的神色有异 她赶紧转过身 朝着朱凤身上 狠狠地打量了一下 刹那间 她恍然打悟起来 遭了毒手了吧 金大班冷冷问道 近两三个月 有一个在台湾大学念书的 香港乔生 夜夜来捧朱凤的场 那小广仔长得也颇风流 金大班冷眼看去 朱凤竟是十分动心的样子 她三番四次警告过她 阔大哨跑无常 是玩票 认起真来 吃亏的 总还是舞女 朱凤一直笑着 没肯承认 原来却瞒着她 干下了风流的勾当 金大班朝着朱凤的肚子 盯了一眼 难怪这个小娼妇 勒了肚兜 也要现原形了 人呢 回香港去了 朱凤低下了头 吞吞吐吐的打倒 留下了东西没有啊 金大班又追问了一句 朱凤使劲的摇了几下头 没有作声 金大班突然觉得 一枪怒火给勾了起来 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 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 她倒不是为着朱凤 可惜 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 白白糟蹋了 实在气不愤 好不容易 把这么个乡下土豆脱胎换骨 调理的水葱似的 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 连万国的陈胖婆 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过朱凤的身架 她拉起朱凤的耳朵 咬着牙齿对她说 再忍一下 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下篇 玩是玩耍是耍 霍妖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 五厅林哪个不是狼心狗肺 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 一直到你给人睡坏了 一个个都捏起鼻子 鬼一样的跑了 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 是的 金大班冷笑了一下 把个粉扑往台上猛一砸 说道 你到大方 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 拍拍屁股溜了 你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他说他回香港 一找到事 就会前来 朱凤低着头 两手搓弄着手绢子 开始樱樱的抽气起来 你还在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呢 金大班豁然立了起来 走到朱凤身边 狠狠催了一口 呸 你明明把条大鱼放走了 还抓得回来 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本事 裤腰带就应该扎紧些呀 现在 让人家种下了火根子 跑来这里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哪一点叫我瞧得上 嗯 平日 我教你的话都听到哪里去了 那个小王八 想开溜吗 厕所里的来沙水 你不会捧起来 当着它灌下去吗 金大班雷进了朱凤的耳根子 鹤问道 那种东西 朱凤往后闪了一下 嘴唇哆嗦起来 怕疼啊 哦 怕疼啊 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 他一手搬起了朱凤的下巴 一手便戳到了朱凤的眉心上 怕疼 怕疼 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 当小姐去啊 要来这种地方 让人家搂腰摸屁股 怕疼 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 都有你的份呢 朱凤 双手掩起面 湿声痛哭起来 金大班也不去理睬他 镜子点了根香烟 猛抽起来 他在室内躲了两圈 然后突然走到朱凤面前 对他说道 你明天到我那里来 我带你去把你肚子里那块东西打掉 啊 朱凤抬头 惊叫了一声 金大班看见他死命的 用双手 把他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护住 一脸抽搐着 白的像张纸一样 金大班不由得震住了 他站在朱凤面前 默默地端详着他 他看见朱凤那双眼睛 胸光闪闪 竟充满了怨毒 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亲 准备和偷他鸡蛋的人 拼命了似的 他爱上他了 金大班暗暗叹息道 要是这个小婊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 那就没法了 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 凭你说烂了舌头 他们未必听得入耳 连他自己那一次呢 他替月如怀了孕 母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他一只膀子 要把他扛出去打胎 他捧住肚子满地打滚 对他们呛天忽地地哭道 要除掉他肚子里那块肉吗 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他勒死 母妈好狠心哪 到底在面里按下了一把药 把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 一辈子 只有那一次 他真的蒙了短见 吞金上吊 吃老鼠药 跳苏州河 骗他娘的总也死不去 妈天天劝他 阿姨啊 你是聪明人啊 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 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呢 你们这种卖妖的 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 谁样呀 妈的话也不能说 没有道理 自从岳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岳如从他们徐家会那间 小窝巢里绑走了以后 他就知道今生今世他休想再见他那个小爱人的面了 不过那时他还年轻 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 他要替他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 一辈子 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章 哪怕街头讨饭 也是心甘情愿的 难道卖妖的就不是人吗 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 何况 又是很标志的大学生 像朱凤这种刚下海的厨 有几个守得住的 拿去吧 金大班把右手无名纸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 置到了朱凤怀里 值得五百美金 告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的了 生了下来 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口饭 不是你吃得下的 金大班说着 便把化妆室的门一甩开 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 他也没有搭理 镜子剁着高跟鞋便摇了出去 外面舞池里老早挤满了人 雾一般的冷气中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光 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 舞池中一对对都像牛骨糖似的粘在了一起摇来晃去 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 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 他回头看是 原来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 专来捧小如意 削红美的金大班 求你做件好事 红美经验的脾气不大好 恐怕要劳动你去请请 才肯转过来 周富瑞捏住金大班的膀子 一脸胶着的说道 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 金大班笑的 你和陈老板的喜事 十桌九席怎样 闲话一句 金大班伸出手来和周富瑞重重握了一下 便摇到了萧红美那边 在他身旁坐下 对他悄悄说道 转完这一桌 过去吧 人家已经等掉魂了 管他呢 萧红美正在和桌上几个人调笑 她头也不回就驳回道 她的钞票 又比别人的多值几文吗 你去跟她说 新加坡的蒙娜 正在等着她去吃宵夜呢 哦 原来是打翻了醋坛子 金大班笑道 呸 呸 呸 萧红美尖起鼻子 冷笑了一声 金大班凑近萧红美耳朵 对她说道 看在大姐脸上 人家要送我十台九席呢 原来你和她暗地里勾上了 萧红美转过头来 笑道 干嘛你不去陪她 金大班且不搭枪 捏下了眼睛 瞅着萧红美 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萧红美的奶子上 吓得萧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 惹得桌上的客人都笑了 萧红美忙讨了饶 和金大班摇耳说道 那么你要对那个姓周的蒋明白 她今夜完全沾了你的光 我可是没有放饶她 你金大姐是过来的 打铁趁热这句话不会不懂 等到凉了 那块铁还搬得动吗 金大班 倚在舞池边的一根柱子上 一面用牙签贴着牙齿 一面看着小如意萧红美 妖妖饶饶的便走到了周富瑞那边桌子去 萧红美穿了一件十六红的透空杀气袍 两桶雪白滚圆的膀子 连尖带臂肉颤颤的便露在了外面 那一身的风情 别说男人见了要起火 就是女人见了 也得动三分心 何况她又是个头一等难缠的雕夫 心黑手辣 耍了这些年 就没见她栽过一次跟头 那个姓周的 在她身上少说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 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舔着了没有 这才是做头牌舞女的材料 金大班心中暗暗赞叹 朱凤那块软皮糖只有替她拾鞋子的份 虽然说萧红美比起她玉冠音金照丽 在上海摆了门时代的那种风头 还差了一大截 可是台北这一些舞厅里论起来 她小如意也是个拔尖祸了 当年数遍了上海十里洋场 大概只有米高梅五虎将中的老大吴喜葵 还能和她唱个对台 人家都说他们俩人 是九天瑶女白虎星转世 来到黄埔滩头扰乱人间的 可是她偏偏却和吴喜葵那只母大虫 结成了小姊妹 两个人晚上转完台子 便到惠尔康去吃炸子鸡 对搬着指头来较量 哪个的大头耍得多 耍得很 耍得漂亮 商风败得的事 那几年真干了不少 不晓得害了多少人为了她欲观音 欺离子散 家破人亡 后来吴喜葵抽身的早 不声不响便嫁了个生意人 她那时还直纳闷 觉得冷清了许多 来到台北 她到中和乡去看吴喜葵 没料到当年那只张牙五爪的母大虫竟改头换面 成了个大佛婆 吴喜葵家中设了个佛堂 里面供了两尊翡翠罗汉 她家里人说她中年吃素念经 连半部佛堂都不肯出 吴喜葵见了她 眼睛也不抬一下 摇着个头叹道 阿丽啊 能还在那种地方惹是非啊 听得她不由得心中一寒 到底还是他们乖觉 一个个鬼敢似的都嫁了人 成了郑国 只剩下她欲观音孤鬼一个 在那涅海里东飘西荡 一蹉跎便是 二十年 偏她娘的 她又没有吴喜葵那种慧根 西天是别想啥的 难道她也去学吴喜葵起个佛堂 里面真的去共尊 欲观音不成吗 做了一辈子的念 没得垫入了那些菩萨老爷 她是横了心了 等到两足一身 便到了十八层地域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 金大班扭过头去 她看见 原来靠近乐队那边 有一桌台子上 来了一群小伙子 正在向她招手乱扰 金大班认得那是一群在阳机关做事的浮华少年 身上有两蚊 一个个骨子里都在透着骚气 金大班照样也一咧嘴 风风飘飘的便摇了过去 金大班 一个叫做小菜的 一把便将金大班的手捏住 笑嘻嘻嘻地对她说道 你明天要做老板娘了 我们小马说呀 他还没吃着你炖的鸡呢 说着桌子上那群小伙子都怪笑了起来 是吗 金大班笑盈盈地答道 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菜两只大腿中间 使劲地磨了两下 一只手勾到小菜脖子上 说道 我还没载你这只小童子鸡 哪里来的鸡给她吃啊 说着她另一只手暗伸下去 在小菜的大腿上狠命一捏 捏得小菜尖叫了起来 正当小菜两只手要不规矩的时候 金大班豁然跳起身来推开她 笑道 别跟我呢 你们的老乡好来了 没得叫他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说着 几个转台子的舞女已经过来了 一个照面便让那群小伙子搂到了舞池子中贴起面 小白俩 小白俩 你的老乡好呢 金大班正要走开的时候 却发现坐上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没有招人办舞 我 不大会跳 我是来看他们的 那个年轻男人 孽如的打倒 金大班不由的杀住了脚 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 也不过是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 恐怕还是个大学里念书的学生 穿戴得到十分整齐 一套沙士景的浅灰西装 配着个红条子领带 清清爽爽的周身都露着怯 一望便知是头一次到五场来打野的嫩角色 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 笑盈盈地说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 今晚我来倒贴你吧 说着金大班便把那个扭腻的年轻男人 拉到了舞池里去 乐队正在奏着小青青 一只慢四步 台上绿牡丹粉牡丹两姊妹 穿得一红一绿 互相搂着腰 腰腰饶饶饶的在唱着 你呀你你是我的小青青 为什么你总对我冷冰冰 我要问你 金大班借着舞池边的炷灯 微仰着头端向起那个年轻的男人 他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青木秀 须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 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铁 透着一阵阵被淋的甜香 他并不敢贴近金大班的身体 只稍稍搂着他的腰支 生硬地走着 走了几步便踢到了他的高跟鞋 他惶恐地抬起头 腼腆地对金大班笑着 一直含糊地对他说着对不起 雪白的脸上一下子就通红了起来 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 很感兴慰地瞅着他 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角色 才会脸红 到舞场来寻欢 竟也会脸红 大概他就是爱上了会脸红的男人 那晚月如第一次到摆了门去 和他跳舞的时候 羞得连头都不抬起来 脸上一阵又一阵地泛着红韵 当晚金大班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 当他发觉月如还是一个同男子的时候 他把月如的头紧紧地搂进怀里 贴在他赤裸的胸房上 两行热泪突地涌了下来 那是他心中充满了感激 和藤脸 得到了那样一个羞男的男人的童贞 一刹那 他觉得他在别的男人身上 所受的电乳和亵渎 都随着他的眼泪流走了一半 他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 又脏又丑又臭 他和许多男人同过床 每次他都是偏过头去 把眼睛紧紧闭上的 可是那晚 当月如睡熟了以后 他爬了起来 跪在床边 借着月光痴痴地看着床上 那个赤裸的男人 那个赤裸的男人 他爬了起来 只要你不再对我了 当他把滚热的面筛 轻轻地微贴到 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 他又经不住默默地 哭泣起来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 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 他停了下来 尴尬地望着金大班 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 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 说道 不要紧的 这是三步 最容易了 你跟着我 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 他便把那个年轻的男人 搂进了怀里 面筛贴近了他的耳朵 轻轻地柔柔地数着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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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 一二三 一三 二三 一五 二三 一二三 一三 一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